近日,网上有人爆料肖战在雪景大片里的穿搭非常奢侈 全身搭配高达13万,大有炫富的衣柜 言语中洋溢着粉刺,挖苦和埋怨 值得一提的是,这根本不是真实的情况 完全就是造谣,还是希望有些人在发表言论的时候 提前多做功课,不然会闹了大笑话 据爆料,肖战一身奢侈穿搭被质疑炫富 价格昂贵到让人难以想象 高达13万,于是就有人调侃很多人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钱 都开始发牢骚和抱怨 给肖战也多多少少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这并不是事实,完全是捏造,属于不实消息 其次肖战如何搭配,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 貌似和别人没有关系吧 肖战的钱并不是风光来的 也是通过自己努力赠来的 花多花少都是肖战的自由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都在评论区里辟谣 还钱就是张口就来,是虚假消息,不要相信 再退一步讲,很多艺人恐怕只是一个小配件都超过13万 为什么没有人来说 到了肖战这里就不行,肖战到底得罪谁啦 自己和李正的钱怎么分配是肖战的自由 不要管那么欢,总之祝福肖战 类似的舆论往上自己比伏 看起来没有恶意 实际上很容易给肖战带来舆论麻烦 在这里只想表达一个观点,不要眼红和嫉妒 肖战就像是成功的花 很多人只看到了肖战成功的一面 肖战背后的付出和牺牲没人知道 肖战继续加油,坚守初心,做好自己的事情 строй mathematically 继续加油,坚守初心,乱 episodes 加油,坚守早氹